清朝末年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彼时西方列强用尖船力炮载满鸦片 撞开了中华闭关锁国的国门 逼迫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1842年8月29日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98年清政府再次与英国签订 拓展香港戒指专条 将九龙半岛以及附近岛屿拓展为香港戒指 租给英国99年 自此之后 香港被英国统治了99年 直到1997年才正式回归祖国 而亲手签订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代言人正是李鸿章 也许正因为这些条约的签订 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总是毁于参半 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大功臣 有人却骂他是卖国贼 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当年租借香港时原本打算租一百年 但是李鸿章却据理力争 坚持指签九十九年 一百年和九十九年看似差距不大 李鸿章此举何为 又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呢 了解其缘由之后不禁感慨 年少不知李鸿章 长大方知真中堂 如今才知晓他有多高明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英国强行攻占香港岛 潺弱无能的晚清政府 试图采取武力手段进行收复 但是都无果 最终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岛 但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 却越发得寸进尺 在见证了清政府的懦弱无能后 他们纷纷远征中华 犹如强盗土匪般的 抢掠瓜分东方古国的财富和土地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战败 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 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英国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 强迫清政府将广东新安县的九龙半岛 也割让给英国 1898年 法国再度勒索清政府 要求清政府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广州湾 租给自己 英国得知此事后 担心法国会妨碍到自身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利益 便立即跳出来干涉此事 英国表示 如果清政府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 那么英国和其他列强 也会纷纷效仿而行之 不过英国的威胁还是不够奏效 彼时的法国有沙俄乘摇 七年正胜 清政府权衡之下 认为得罪一个英国 还是比得罪法国和沙俄来得划算一些 于是便同意向法国租借广州湾 英国看到法国勒索成功 于是便理直气壮地要求清政府 必须给予英国相应的补偿 以维护军事 于是任人拿捏的清政府便与香港签下了 拓展香港戒指专条 在这个条约之中 就提到将九龙半岛以及其附近岛屿 租借给英国作为拓展香港戒指 租期为99年 彼时英国原本要求租借100年 但是李鸿章却坚持指签99年 事实上这中间虽然只隔着一年 却有了天壤之别 这是因为在当时 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法中有相关规定 若一个国家租借一块地区达到100年 那么这块地区将默认划归给租借国 英国提出租借香港100年的要求 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归还香港 然而这一切都被李鸿章看在眼里 他深知英国的狼子野心 所以极力反对前100年 同时也深知清政府大势已去 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收回香港的希望 在李鸿章的坚持下 作为当时制定国际法的世界霸主英国 便选择了退让 只签订了99年的租借 这时的英国还沉浸在日不落帝国的光辉之中 坚信自己会一直强盛下去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99年或者100年又有什么差别呢 届时只要英国动动手指威胁逼迫一下 软弱无能的中国就会同意续约租借 将香港岛继续割给他们 奈何英国的金算盘打得太过不切实际了 接连的一战和二战使得 西欧英法这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受重创 整个世界格局 从美苏争霸 再走到后来的美国一家独大 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也逐渐丧失了原本的话语权 只能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耀武扬威 反观中国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风霜洗礼后 已经从一个落后愚昧的旧中国 转变为了一个令美苏大国都感到一丝威胁与后怕的新中国 1982年距离香港岛租期到期的时间十分接近了 收复香港一事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彼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面临的谈判对象 不再是那个懦弱无能的清政府 而是字字珠基坚决维护主权问题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面对撒切尔夫人趾高气昂的谈判态度 邓小平云淡风轻的一锤定音 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必要情况下不排除用武力收复香港 第一轮谈判结束后 撒切尔夫人自知无法再从中国这里讨到半点好处 于是一改往日威风凛凛的气势 反而失魂落魄 满面愁容的走出会堂 甚至当场摔了一跤 直接来了一个双膝跪地 令世界为之哗然 1984年 英国不得不向中国屈服 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权利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 伴随着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落幕 与祖国分割长达99年的香港终于回归 正是有了近代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屈辱史 使得我们深刻理解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之所以能走到如今的繁荣墙上 也离不开无数爱国革命制式的艰苦奋斗 那个曾经因签订不平等条约 一直被戳几两骨的李鸿章 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李鸿章 许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权臣 但是梁启超却对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无敬李鸿章之才 无惜李鸿章之识 无悲李鸿章之欲 事实上不审读李鸿章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历史洪荒之中 一个渺小的人物要负重前行 需要多大的勇气 细数整个以满足为贵的大清 李鸿章作为一个汉人 却把汉人能当的官当到了极致 彼时西方凭借着工业革命 点醒的先进科技力量 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而曾经一度繁荣昌盛 万国来朝的泱泱中华 却因故不自封 闭关锁国逐步走向衰落 饱受西方世界的欺凌 为了拯救这个处在衰败时期的中国 晚清四大名臣 李鸿章 张之洞 曾国藩 左宗棠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力求失忆长进一致一 李鸿章深知变革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第一变 要变在军事和武器 于是他亲自远渡重阳 去到美国采购机器 花费重金聘请会使用机器的高级工匠 在工业基础较为发达的上海 建立起当时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同时李鸿章也深知教育为本 要培养近代化人才 于是才有亲自在全国挑选出颇有天赋 充资的儿童 资助他们赴美留学15年 学到本事之后再回国效力 而这些赴美留学的神统们 也没有辜负祖国的栽培 学有所成之后 纷纷回国 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贡献 此举着实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 在实业发展上 李鸿章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船屋 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第一个海军基地 第一个近代化舰队 但同时中国一条又一条的屈辱条约 几乎都是自他手中签订而出 在签订这些条约的过程中 李鸿章能做的 只能是尽力讨价还价 然而作为清政府的一颗棋子 他的这些举动 莫不如皮肤汗术 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的 却一个不少 这是他的不幸 也是所有侍逢其使 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幸